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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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帶大家到春花园 Bonsai美術館 今天要帶大家去做盆栽敌宴 Yeah 除了盆栽體驗之外 這邊也是盆栽的美術館 如果沒有做體驗 也可以儘管參觀價值 1億元的盆栽 Let's go 從JR 小岩站南口出發 在車站對面的5號公車站台 搭乘小17公車 往江東大拉 スポーツランド 方向 在今夜口下車 乘車時間約15分鐘 看到今夜口顯示 就趕快按下下車鈴囉 下車後 徒步約5分鐘 稍微繞遠路 過斑馬線比較安全喔 轉過這個彎之後 只要繼續直走 門外掛滿各國國籍的地方就是啦 春花园Bonsai美術館 首先教大家預約盆栽體驗的方法 在網路上搜尋 先看Bonsai Museum 進入春花园的英文官方網站 在Bonsai School的頁面裡面 有個盆栽體驗的詳細介紹 可以透過電話電子郵件事件預約 或者是到現場直接報名 發射當天我們是下午3點去現場報名的 剛好還有體驗名唷 所以順利的參加了體驗 這是Bonsai Magiskan的門票 如果沒有參加體驗 也可以在盆栽美術館欣賞國報及盆栽作品喔 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去進行盆栽體驗囉 進行盆栽體驗的空間是像這個樣子 現在可以選擇 可以 教學的部分一般是由日文進行 但也可以指定日文中文的教學 好的 我第一個選這個盆栽 這次製作盆栽所使用的工具是 真金 真金切盆栽夾 好的 那老師一開始讓我選擇自己喜歡的盆栽 然後接下來就要開始利用這些線 這些道具 去改變這個樹 讓它變成我們想要的形狀 去創造盆栽的造型美 盆栽小技巧一 用鐵絲將枝幹固定 盆栽小技巧二 細心纏繞不傷害植物 盆栽小技巧二 讓鐵絲順著樹枝纏繞 就像幫枝幹穿衣服一樣 再小心的修剪掉多餘的鐵絲 盆栽小技巧三 隨時觀察植物生長狀況 細心找出細小的分枝 盆栽小技巧四 調整植物生長空間 小心的調整 讓所有分枝 都能夠有恰當的空間生長 調整時必到的控制也是技術之一喔 盆栽小技巧五 剪去雜亂的分枝 不留戀多餘的分枝 才能夠照顧出好看的盆栽 盆栽小技巧六 為植物的形狀構圖 很漂亮的盆栽 有些關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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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老師為我們詳細的介紹 整個盆栽美術館的作品 我現在是40年了 這也是很簡單 是高山公園 長時間長很高 有些關鍵的 有名的 一億元 一億元 文字幕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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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総理在議員 在古色古香的认识建築 接着来到古色古香的认识建築 依照千密修的数据屋所打造的茶室 展现了Wavichia的基层 展览品及原路建筑都非常值得一看 原主小林国雄曾获四次内阁总理大成赏 作品艺术性十分受到肯定 自力经营充花园盆栽美术馆传承盆栽文化 收学徒不必为国籍身份 在这里可以见到许多国家的盆栽作家的身影 欢迎大家来春花园接触日本的盆栽文化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影片 下次再见 拜拜